今天呢 再带大家去看一辆车子 那就是它了 之前啊 由于各种原因 反正也不方便讲 就是很久没有说过这个品牌了 今天呢 也不是说要跟人家搞什么事情 只是想问一下 你看 这里是一个纯电子的开锁件 对吧 其实现在很多车子都这样子了 它一按门就开了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纯机械的 纯物理的一个开锁件 原理呢 就是里面有一根钢丝 在门板里面 一直连着这个开锁的锁扣 你这样往上一提 钢丝一拉 门就开了 大多数的车子都是这样子 然后后门的话呢 这里也是一个纯电子 但是它机械的那个 我是没有找到啊 里里外外啊 门里面啊 方方面面 我是没有找到 那我就想 那如果发生了一些碰撞啊 因为你看啊 这里的通电 你看 这个门里面 这个电就是从这根线倒进来的 那这根线其实就在门的侧面 也是比较软的 如果侧面一发生碰撞 直接撞到这个地方 断电了 对吧 或者说是泡到水里面了 那你又是纯电动的车子 遇到那种很紧急的情况 那你车内的后排的乘客怎么样来快速的打开这扇门呢 那兄弟们 你说我这是不是在找事情 我没在找事情 我是想问一下 当然网上有人说啊 说是人家这个车子什么 嗯 泡到水里面 门会自动开的 也许吧 我只能说也许因为我不太懂 那你同样品牌其他的型号 为什么后排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这一切锁的 难道说其他的型号就没有那种先进的自动开锁的功能了吗 并且不光是泡水里啊 大多数的时候发生了碰撞的时候 一旦这个门一变形 有的时候门一变形 受到挤压 门就 门就是很不好打开了 如果里面有更紧急的情况 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一个机械的门拔 就是有一个机械的开锁装置 把这个锁扣这里 这个扣只要给它打开了 即便门 门变形了 那么从里面通过用脚踹 或者用用用手往外推 很大概率也是可以把门推开的 最少这种几率会大了很多 你们能听懂我说的吧 就是这个扣 你只要这个扣扣在这里 你这个门是很难打开 很难打开的 但是我有机械的这个锁 对吧 我机械的这个锁 我通过钢丝把它一拉 这里这个扣一开 即便门变形了 有的时候我门还是可以拉开的 而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疑问 这个问题给一个车主讲了 这车主是一个女孩 他听完以后 你知道他对我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吗 我买车又不是用来撞的 我买车为什么要掉水里 你这车 我们跟你说ится 一点滚 我不带见 你这车 这车 这么快 我们就ᾶ 这车 这个终一回应 我们是说的 这车 这个终一回应 我们就给 太车 这个车 这个车 这点 gefragt 我们是要推特的车 这个车 这一回应 这是我的车 这种车 这个车 这种车 一回应